- 您是哪里不舒服 我是昨天到火車上來的時候 整個腿承重 然後還經常都痛一樣 這段時間從去年到現在都這樣 身上就好像是承重 腿好像拉不開步一樣 是 用來一碰是會痛的 你現在碰哪裡會痛 這裡是痛的 竹山裡這些地方以前碰的都是痛的 那個精一碰都是痛的 你這裡也痛 是吧 後面呢 是後面痛還是旁邊痛 我覺得整個身上很沉重 抬不起來那種感覺 學原始點有一個好處 不會妄想紛飛 患者講得你馬上能夠抓到要點 那馬上知道答案在哪裡 這是原始點的好處 因為小腿它有分 小腿肚是後面 但它敲旁邊 旁邊是怎麼樣 臀部管 所以小腿除了原始點才有分的 外面沒有再分的 那它剛剛說整條腿都很沉重 整條腿也是臀部管啊 根本也不是上胸椎管 所以它敲這個整條腿 我認為第一個要先解決的 是什麼 屁股 那你現在是說 後面也會不舒服嗎 現在這裡 我整條腿我身上 我兩條腿都很沉重 那我就做一條腿 一條腿留給你們 讓你們 我讓它比較 讓你們也了解 做的是不是有比較好 來 您趴著 你這樣多久了 我這個從去年開始 就經常就是 突然就走幾步腿 就會很沉重 去年開始 對 現在哪一腿比較嚴重 都差不多吧 都差不多 好吧 那我就隨便做吧 哈哈哈 來 您趴著 這一點痛嗎 嗯 有一點痛 痛的 有一點痛 這個地方比較痛 痛的 這一點呢 也痛的 這一點是不是也痛 很痛 很痛 這個呢 痛的 痛的 嗯 很痛的 這個 這個就要用力了 很痛 很痛 我再翻過來做一遍 這裡痛嗎 這裡還好 這一點痛 很痛 很痛 好 好 您下來看看 對 感覺這條 很輕鬆 筋好像就是 人站起來了 是齁 坐下來的時候 都奔位一樣很沉重 現在覺得自己挺起來了 那現在也 這個腿比較輕鬆 這一條 我揉的那一條 對 它沒有揉的那一條呢 這條好像沒有這條輕鬆 有做跟沒做差很多 所以這樣讓你們去瞭解 你那個腿的問題 臀部引起的 不是上胸椎的 我是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今年夏天 穿了一件麻的衣服 然後就是 他的腎裡是化鮮的 然後這裡就起了這個點 然後醫生說我是 對化鮮過敏 然後穿有些化鮮完 就整個身上都痛 就出現這種症 穿完就變這樣 反正穿上那些化鮮衣服 就會身上 有的是脖子痠 或者身體痠 全身就痛了 不是 那我不管 那也是一個眼嘛 刺激 那眼刺激 因為你本身有問題 別人不會有問題 你有問題就是 你本身的 你只要筋處理完 再穿 不會有問題 也就是你把那個陰去掉 就不會有問題 那這個也是外來的 就好像 有些鼻子過敏 風一吹 他就鼻子過敏 就可以更確定 你也是這種問題